請問老時候同學有沒有去背的需求 不管做簡報或我們這個所謂的虛擬成本 是不是都有機會用到去背 那您如果要做去背 有什麼方式可以做 平常的話 Photoshop是一種方法 我可以講我以前也很正正學 我們Office2010以後 其實也有一個叫做背景移除 他也可以做 但是呢 各位現在AI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介紹這個呢 我就要請老師一起來拍照一下 老師有沒有去外面玩過大頭天 有有 有齁 比較少 現在突然佛 不敢承認的這樣 來來來來來 來 你要做要站 都可以 好我們鏡頭在那 我就要對著他這樣 對 沒關係你就看著那個 好一二三 來您看一下 滿意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齁 好那我就拿這一張囉 好那我就把它存起來 好老師那你可以先回座 來 我就先把它儲存起來 那我問一下大家 請問 如果剛剛老師這張照片 要請你去背的話 您覺得您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剛剛是在這裡 你看我隨時可以把老師再叫回來 請問這一張 你要去 去除背景的話 您覺得 大概 你會用什麼軟體 大概花多久的時間 人比較難去背 你知道嗎 對吧 一般物品 四四方方的好 可是像頭髮法絲啊 那些就比較難 所以呢 我們就進到這一台 其實事實上 您如果到我的部落格 我在更多這邊 您可以看一下 就是更多 有一個教學運來 跟系列文章 我有幫這個 AI的服務 寫了滿多篇文章 因為他一直在進步 我去年介紹的時候 他只認識人 現在他全部都認識 就很討厭啊 他學好快 那所以我在這邊呢 我現在寫文章 大部分我都會用系列的方式 就是會有一篇一篇的 比較多篇去完整介紹 這樣我覺得 我們在學習效果上會比較好 好 那我現在呢 進到那個網站 你們看一下 你看我把它下到這邊來 雲端服務在這裡 好 那您如果需要翻例 您可以直接翻 沒關係 那麼現在這裡呢 他最近又改版了 跟我之前的畫面不一樣了 他有兩種方式 一種呢 是照片在我們電腦 像我們現在就是照片在我們電腦 你就傳上去 另外一種是 如果照片在網路上的 你也不用下載 給他網址就好 所以現在呢 照片在我們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找到這裡 好 找到我們桌面 剛剛老師的 在這裡 丟過來 這樣就傳上去囉 來 您覺得大概幾秒 OK 好了 這樣會不會太快 還是要再來一張 有沒有同學要試看看 來 同學要試看看嗎 你要試看看 對啊 對啊 你不太相信他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後悔學photoshop 不會 不會 至少目前還沒 真的喔 來來來來 那 那 不然你再站過來一點 好 我們兩個一起合照可以嗎 可 你這副頭髮 對他來講也是一段考驗喔 OK 好 你應該知道 頭髮這樣流長之後 他很難對不對 對 他那個小空間的東西 對 所以 你真的是來考驗他的 沒關係 OK 我們當人的優勢就是可以當主場官 AI不行 他只能接受考試 好 來 鏡頭髮 準備囉 一二三 來 看一下 滿意嗎 OK啦 可以喔 還過得去啦 還過得去啊 好 那我就把它存起來囉 來 還是你要問我 那個 這種大頭貼的 軟體要去哪裡找 哈哈 好 那我們一樣 再把它丟上去囉 如果像這樣子 找到了 把它丟上去 我們來看看 他去備的狀況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滿意嗎 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啦 對不對 那他現在呢 最高的解析度 已經可以支援到印刷 不過那是屬於付費的 好 那我們免費的部分呢 就是 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做到就是 像一般螢幕上檢視的 包括網頁 簡報 影片都沒有問題 因為都解析度不用很高 對不對 那如果像這樣子 我們就 滿意了 你可以直接下載 不滿意 編輯 來我們看一下 有用過那個 直接 對 如果你用過那個 單眼相機 是我們可以做對焦 對不對 好再來我們往下看 所以他有編輯功能喔 你看下面 我跟他應該沒有 第一次見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有需要 出去一起玩的 這樣摩托笑應該就不用了吧 OK 以後倒池油 再加碗就好了 另外 你都要單一顏色的 有沒有可以直接 看一下他去背的樣子 我們可以把這裡放大一點 所以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他 髮絲的部分 他還是有去 有沒有 這一塊 髮絲還是有去 所以呢 其實是效果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你要復原 就回到這邊來 而且他還有橡皮擦 跟還原的功能 因為難免AI也會出錯嘛 對不對 萬一不OK的 你可以再擦一下 或者是用還原把它多去掉的 把它還原回來 都OK 等於說 這一部分 其實就取代了 我們以前花很多時間 要做什麼 去背 那現在 你是不是看過人的 來我問一下 請問 對了 這個直接下載就OK囉 我們就可以下載一下囉 好 下載一下之後 我把它抓到虛擬攝影棚裡面 丟進來 有沒有 馬上就去好了 你要跟你自己合照一下嗎 來 給你坐一下 什麼東西 請坐 OK 你不知道 坐下來 就進到另外一個世界了嗎 現在知道了 知道了 好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好 那 我來 問一下 請問 這個 你有沒有想過你要考他別的東西 除了人以外 人他可以做得很好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或物品還是寵物 你都可以考他 讓他做那個去背工作 對 對 只要那個主體比較明確 你主體如果很多混雜在一起 效果就差 有沒有 目前想不到 這麼客氣 你們家有 有養 寵物 好不然我們就隨便來一個 不用啦 你怎麼那麼勤勞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我們現在 講嗎 直接講 天竹鼠 大聲一點 天竹鼠 糟糕 他真的不認識你 天竹鼠 好你要哪一隻 哇 你怎麼挑這麼難的 我故意挑背景色系相近 對啊那個背景色系很像的 他容易出錯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適合當考官 有沒有 他不適合當AI 我這個已經圖片在網路上了 所以我就複製網 好那當然有些網站他網址 不是那種 以JPG啊 PNG或GIF 結尾的那個就不行 好 那我們先試看看 好回到這邊來 這裡 直接打 這裡 如果他有時候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這裡按下去之後好像沒有反應 好 那沒關係 我就在另外一個階段去打開 也可以 好 我把這個 給進去 好 現在按一下 按一下網址 有沒有跳出來了 所以我就在這邊告訴他 我們的網址在這裡 哇 這一張不行 因為這個結尾不是那個 對 所以這一張我就不得已 還是要把它抓下來 OK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好那一樣的 我可以把它丟丟丟丟到這邊來 丟上來 欸他有去到耶 怎麼樣 可以接受嗎 這個學生表現在也可以嗎 OK 可以喔 那 除了動物 有沒有 沒有生命的 沒有生命的 櫻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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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這個以前我試過 效果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因為 謝謝你 因為櫻花樹 有花 又有葉子 又會很亂 所以 它的效果不好 這個我必須承認 因為 以前有同學 出過這個考題 哈哈哈 它在 它局部有抓出來 但是 細節的部分 它比較難 它比較 因為就比較亂一點 好 原則上就像這樣 主體明確 這個它都可以很清楚辨識出來 都可以很清楚辨識出來 比如說像什麼青蛙啊 像我們找一下青蛙 好 你東西也可以 像比如說 智慧 這樣有沒有 這樣子 或像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樹 樹幹還蠻清楚的 那我們把它按右鍵 這個 我就直接 用它的網址 我們來 讓大家體驗看看 其實如果圖片 在網路上的 真的 不需要 把它下載一下 來 有沒有發現 抓下來 它就知道你要抓的是青蛙 它不會抓樹幹 很奇怪吧 所以它確實在學習上 真的還蠻快的 好 這有它的優點 那 各位 特別介紹這個是因為 真的你有沒有發現 以前我們很認真 以前我們很認真地學 Photoshop 因為 你要光要選東西 我們是不是 那些選取工具 就要花很多時間練習 現在 交運它 快很多 而且它有 Photoshop的API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直接整合在Photoshop裡面 好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你要高解析度的 是屬於它 付費的功能 畢竟它有 它的營運的壓力 但是這種 中低解析度的 你這樣這樣處理 就OK了 好